哈喽大家好我是AV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我要来一个坦白酒 我生日那天不是问你们我该喝哪一瓶香槟吗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 我问这个问题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有没有像我这种酒一喝开心 都忘了自己姓什么的虾开酒的扣衣 你们要的空瓶葡萄酒推荐第二集来了 今天呢我就介绍一下我生日被一帮酒鬼秒喝光的两瓶香槟 最后呢再推荐一款性价比贼高 而且完全不色非常柔顺的红葡萄酒给大家 喜欢葡萄酒空瓶系列的在下面给Ivy点一个赞 酒鬼会问买这种大瓶的香槟有必要吗 会买的扣一不会买的扣二 我的个人建议呢 如果你年底去参加一个派对是八个人以上的 买这种香槟就非常的值 大瓶庄最主要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放得更久 在不开瓶的情况下 普通750毫升的葡萄酒如果说啊 它可以放十年 1.5升的大瓶呢就可以多放个五年 如果有酒鬼呢是以收藏为目的的 投资买1.5升庄的长期来说呢会比较保值 升值也比普通的葡萄酒快 因为一般酒庄出这种1.5升出的不是很多 沙龙贝尔这一款玫瑰香槟 看过我节目的肯定都知道我说了这个香槟真的是 无数遍这款呢绝对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玫瑰香槟前三 法行的头等仓呢就是用这个来倒给他们客人喝的 我在想啊要是如果我去做法行 分分钟不是把票钱都喝回来了 他们家的气泡呢是那种实打实的绵密感 清淡的玫瑰花香 那股酸酸的覆盆子啊还有樱桃的味道 喝到停不下来 那下一个推荐呢就是罗兰百岳的玫瑰香槟 我觉得他们家出的酒呢是那种清新优雅 但是口感很饱满的香槟 后味呢会带有一些像生姜啊 胡椒的那种辛辣 这两款其实价格来说是非常接近的 小瓶的话大概是在1000人民币左右 应该怎么选呢 如果香槟你喜欢喝小清新一点呢 就选沙龙贝尔 如果你是那种想买给长辈喝啊 或者男生喝比较喜欢重口味的一点呢 就买这个最后要推荐这个 我真的是薅到羊毛 就是来自阿诺兰伯特的品力珠红葡萄酒 阿诺兰伯特呢被他们法国评为 时下最有潜力最有才华的酿酒师之一 他从小跟他父亲学酿酒 大概学了15年的时间 后来就创立了自己的酒庄 今天推荐的这款是他的入门级红葡萄酒 用的葡萄品种呢是百分之百的品力珠 我一直呢很想跟你们讲品力珠这个红葡萄酒品种 品力珠这个葡萄酿出来的葡萄酒呢 颜色会比较浅 口感不色而且很滑顺 我第一次喝这个酒 我喝出了那个伯爵红茶的香气 品力珠呢一般不太需要成年 很适合没有什么耐心去等的酒鬼们 这个2019年的我喝的就觉得刚刚好 OK看完今天的推荐 你最想入手尝的是哪一款呢 扣123告诉我吧 喜欢这样的空瓶推荐 别忘了点赞三连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你们最近有什么想喝的吗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吧 我们下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 �번 下期节目 nog 这些节目 梁